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长 今天我们来到了 这个Paya Leva的终身学习学院 今天有什么活动呢 今天我们有这个精神局 首次举办的这个为中小型企业的研讨会 今天有个技能创前程节 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节目之一 这个活动主要是要吸引中小型企业 来了解一下怎么样支持员工去培训 他们最大的抗拒是什么 很多老板们就是说员工不够 不够时间 不够资源 其实我们了解这些挑战了 就希望通过这次的这种研讨会 能够更多地帮助中小企业了解 到底有什么援助他们可以采用的 今天来这个研讨会有什么目的呢 希望能够在这边分享一下 有关于那个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还有就是它带来的好处 我公司是在2022年参加了那个有精神局的行业 领头羊的一个计划 学习了那个工业4.0的一个课程 你觉得那些课程有用吗 十分的有用 有很大的一个改进 去上课就一定有用吗 上课只是给我们一种知识 把如何去利用这种知识 其实是一种学问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在我们生产线的改善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很好 严部长 我刚刚听到宋先生的分享 然后我就把自己想象成 如果我是一个中小企业老板 我要派我的员工在工作时间去上课 对我吃力不讨好 对不对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课程推划 还有让部主能够用资源来支持他们的员工 培训 那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我送我的员工去上课 我还要付他们薪水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帮助他们吗 都有啊 都有 我们有这个absentee payroll 就是说部主把员工派遣去上这个培训 其实有一些补贴他们可以采用的 其实我们也有合作伙伴 能够帮助部主在职场上训练自己的员工 那他们就不需要把员工送去外面上课了 这个 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后面的这个摊位有关呢 对啊 今天我要很荣幸跟晋升技能发展群一起推出这两项的活动 第一项是我们的职场学习救赎标志 还有我们的那个职场技能认证计划 在这个职场技能认证计划 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的企业家 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家呢 能够打好基础 来实习我们的那个技能的那个系统 还有工作环境 使到我们的员工呢能更加容易他们增长他们的技能 我们的企业家呢 要是他们被认同有职业学习救赎标志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来评估还有评估他们的员工的 技能的水平 从而得到他们的 我们就叫做WXQ Certificate 那如果这个员工他离职了 或者他换了一间公司 他这个还非认证吗 对 因为是跟着那个员工的 所以感觉好像对雇主跟员工多 很有好处这个计划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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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系列的领受管理课程 所以我们还有在线上商务还有营销 还有我们有客户体验 还有视觉营销 对 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也是有专为中小企业家所订视的 VoxShot Webinar等等 你没有机会参加过什么进人提升 或者培训的课程呢 有啊 我现在正在新加坡理工学院 上一个数据科学的课程 Data Science 你上了之后你有什么体会吗 你觉得值得吗 我是觉得很值得 虽然是很辛苦 因为早上要上班 晚上要上课 虽然是很辛苦 不过就觉得是学到真的很多东西 很好 那这么辛苦 什么让你继续坚持呢 因为在 我本身是在那个科技的职业 一定要一直在追上那个步伐 是的 不断学习 你好 你好 你有没有机会上过什么 培训或者技能提升的课程呢 对 之前我其实有上过一个 工作研究课程 我们就在理工学院上这场课 边工作边读书 那个课程本身是什么 我觉得是金融 那你上这一课程的时候 你的公司 对 有没有给你什么福利 或者薪水 对 他们有给薪水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就是你边工作边学习的过程 它还是有提供一点点的 就是金钱上的支出 可以这样子讲 对 很好 那就说又可以提升技能 又有一些薪水 对吗 对 很好 对 部长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终身学习 对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上什么课程 提升自己呢 有 我身为父母 其实我也要做个好榜一样 我最近就上了好几堂的华文课 其实双语在新加坡是很重要的 不论是在家里或是在工作上 如果能够掌握好母语和英语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非常认同 其实我很欣慰今天看到很多 中小企业的雇主头家 还有很多学者都来 都很积极地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有什么可以帮助企业 还有学者提升技能 其实这个终身学习是一辈子的 对 就算没有课程 我们也要想办法 怎么样自己一直不断地提升 对吧 对 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一整天 谢谢你 再见 谢谢你